那這個是每季他一次 由各榮屋輪流來辦理 他行之已久 那我覺得最主要的目的應該 大家可以老朋友他互相認識 感情的一個聯繫 那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對榮屋來講可能這個功能會比較大 因為各榮屋都要 要醫院還有榮家的協助比較多 醫院還有榮家都 我們去協助他的機會是比較少 所以說開這個會 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都很願意來幫忙 我們所有住院的榮民 或是門診的或是寄診的榮民 其實我們每天所有 我都有派人 針對新住院的 當天住院的或是前一天住院榮民 我們其實部分 是不是榮家或各縣市 我們都會去關懷 那有什麼急需協助的 我們也會來協助 來處理 所以我們醫院有成立一個榮民 志工的關懷 針對高齡的榮民 能夠有少年的協助 包含是過澳或是陪環就醫 那當然住院的時候 除了輔導員每日的慰問之外 也會有莊人的志工 每日的去PIVA裡面談 我們這個也在歲末年中舉辦 所以呢 藉著這個機會來感謝 我們各單位 對我們帳號榮家 在行政之上 或者是我們就位榮民 或者是我們相承農院 我們一些那個 那個年節的慰問 都我們的幫忙 那我在這邊提出了感謝 因為時空的這個轉變 農民也是慢慢凋零了 你說要這個 將來入住農家 入住農家的這個 農民這個人數就會 相對的一個減少 那這個可能會牽涉到 會裡面的一個政策 好嗎 你很可怕 這就算了 你來的 好嗎 我來的 你來的